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带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磁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宣德时期的 清花奎隆文盖棍它的真伪 辨别真伪主要是从五个大的方面 哪一个方面错了都不行 第一就是它的气形 左边我们说它是防瓶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种气形 在宣德时期就根本没有 有的人就说台杠 真的是台杠掌学问 说它没有是有具可考的 大家可以去翻阅一下资料就知道了 另外就是所谓的奎隆文 奎隆文怎么样画 这个是有定式的 它不是说你想画成什么样 就画成什么样 你画成三爪龙似的 奎隆文不是的 奎隆文是有定式的 它的所谓的赤板怎么画 有赤板的 然后它的足怎么画 尾巴怎么画 这都是有定式的 大家一对比就知道了 再有我们就是要看它的胎幼 现代防品的幼呢 都发着贼光 这种就是其实就是剥化 它没有达到浴化的效果 我们说这个瓷器它精美 受人欢迎 主要是说它本身它的幼肥厚 肥润 或者说它的幼面温润如玉 那么现在这些新的防品呢 火气十足 它达不到这种浴化的效果 本身跟它的幼水的配方有关系 再加上缺乏这个实践的沉淀 实践的这个堆积 所以不是实践 实践啊 说错 实践的这个沉淀 所以呢 它达不到那种浴化的效果 因此呢 大家这个进行一下对比 就能看得出来 大家看这个奎隆文 正确的应该的 足是这样画 但是它这个防品 把这个奎隆文 画成了这个一般的龙文的那种 什么三足文 这就是大错特错的 在搞鉴定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方面出现错误 这个就是不行 如果按照当年育药厂的标准要求的话 像这样呢 所谓的做错了的就是要销毁了 当然这也浪费了很多这个 人力物力了 这皇家 糟蹋东西 是没得可讲 我们再看 就是它所谓的底下的 养联半文 它的画法 养联半文的画法 这个无论是在明朝 在清朝 还是在元代 它都是固定的 不是说你想 你所谓按照古法去画了 就能画出来 不是那样子的 一定是有定势的 大家一对比看 仔细看 就能看出来 再有呢 就是关于它的这个圈足 宣德时期的这类产品的圈足 它是属于 只是在 双层台 双层台呢 只是在下面那个胎芯的部分 就是足圈的芯的部分 施上一些这个幼 然后用青花再写上款制 那么它这个呢 都施了全幼了 这个就是大错特错了 有人说 那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以 但是呢 从官方官谣的这个 什么叫定制呢 什么叫它的形制呢 就是这个道理 它是怎么样生产 是有规定的 就按现代咱们人说的是标准化的 不是你想象怎么样就怎么样 大家对比写的字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仿品的字写的很软 没有力度 还是看这个右面的对比 不同的器物 给它一个对比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呢 多多的这个 用这个 Super Thanks 以及Donate 这个按钮呢 点下去 用这个实际行动来支持我 这样呢 我才有动力呢 把这个系列的视频 再不断的拍摄下去 最后呢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我们下一个节目 再见